錄影 你會發現 全部的指數加起來是20 20加0是20,19加1是20 18加2是20,17加3是20 如果兩個加起來不是20,那就錯了 然後 NCR 20C0,20C1,20C2,20C3 如此類推 寫到什麼時候才會生產到X26次呢? 要考慮一下 應該要低一點 因為你現在2乘17是34 34減3 有時間還未到16 即是我們要加 怎樣怎樣 加到中一點 中一點去到多少呢? 15 14 13 試試13 13 13加7要是26 不是到16就行了嗎? 不是,你要約... 不是,你要約... 不是,你要約選了... 約選了之後的16 好 好 OK 所以應該是... 還未到 現在26減7 即是還未到 即是要繼續下 繼續下去到多少呢? 去到8 去到8了,是嗎? 嗯... 8 不是啦 14 28 28 減8 12 24 24 減8 即是下一個 其實下一個已經是 就是 因為 x24 再乘1 x8 即是x24 減8 即是x16 所以下一個已經是 所以我們要寫回NCR 因為他現在問回NCR 那你這裏就應該是20 c7 因為你信不住 1,2,3,4,5,6,7 去到7 那就7 即是這兩個數 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20 c8 好了,我們終於生產到這個數 即是說 換言之 我們其實就是要這個數 答案就是20 c8 你寫給別人看 那你就寫 就是 coefficient of x的 16 其實就等於 20c8 那你記不記得 20c8可以讀機 或者 下樓梯 計出來 記不記得為甚麼 這個數很大 這個數很大 上面20 下面8 下樓梯 8 7 6 5 4 3 2 1 上面呢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停了 上面8 下面8 數數手指 1 2 3 4 5 6 7 8 下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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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8 8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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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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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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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都要讀幾 30乘19乘17乘13 125970 20C8 都是125970 看數大到 超過18千萬,10萬,12萬 怎樣心算 12萬 接著 未做完,還有一個B part B part 問你 什麼? Constant term 上數項 上數項 即沒有X Constant term 中文的同學 上數項 就是沒有X 沒有X 怎樣做X 你要下樓梯上樓梯 這樣就要慢慢寫出來 X 以前 我們要有一個數 1 over X 要有另一個數 2個問號 雙加要是20 若選了之後 又要是沒有X 你不用想太多 逐個逐個寫出來 剛才我寫到12次 再寫下去 其實寫幾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 你這樣12次 這個8次 下一個 11次 9次 再下一個 10次 10次 不對勁 未夠 繼續慢慢寫 都是未夠 再寫 還是未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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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加點點點 我懶得加 等等 我不是錯過了嗎? 為什麼沒有這個數呢? 我不是錯過了嗎? 答案是沒有這個數 答案真的沒有這個數 其實是沒有常數項的,你數下去 答案是否寫No? 是的 原來我們要怎樣寫呢? 我們 要不就列出來,然後告訴別人沒有 你看看這裡 我逐個逐個說 這個是 我橫著寫 原本是什麼? x2次加1 over x 接著的20 我橫著寫 x2次 的20 叫1 over x 的0次 x2次 寫下NCR 寫下NCR 是0 好了,加 x2次 接著 19 1 over x 的1次 20次 20次 1 接著 x2次 18 接著 1 over x 的2次 20次 2 加 x2次 17 1 over x 的3次 20次 3 再加 x2次 16 1 over x 4次 20次 1 over x 2 2 1 2 2 1 2 好像是佛抄 阿sir 是 如果他考試給我們 比次方大就有牌子 是呀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想帶出來的重點 這個就是我想帶出來的重點 有沒有另一個方法可以 勉強不用寫那麼多東西 是有的 但是那個方法 是難一點理解的 不代表那個方法是淺的 其實我現在這個方法 是淺一點的 我已經列出來了 還沒列完 我現在列到 多少 第九 還欠幾個 8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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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6 6 8 8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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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好,終於了 然後你就說,所以,No Concent Term 這樣就一定會給滿分的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個Concent Term 你留意一下,那些X全部約不走 因為你約得走,上下X的數字要一樣 那就逐個逐個看看,看看中間的 好像這個 22-9 一定不會,那就再近一點 16-12 正4 14-13 那就是1 最後一個,上面12,下面14 所以你會看到,跳了數字 沒有了Concent Term 所以基本上你寫到這裏 你就可以很肯定,那些已經不行了 所以我們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我鋪排 鋪排了很久,就是今天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做 General Term General Term 這個字呢,一點都不普通 就是一點都不普通 這個你當它是 General 就是一般,一般就是普通 但其實一點都不普通 我們慢慢去猜一下 首先你會看到 首先你會看到 我想用英文字母 去表達這些數字 這個次方 我們可以怎樣表達呢 我們可以這樣的 前面的數 和後面的數 一定是照抄的 我先不用輸的方法 我先不用輸的方法 記不記得我剛才說 這兩個數加起來 兩個問號加起來 一定是20 你肯定吧 因為你一個由20 去到0 下樓梯 另一個由0 去到20 你自己看 我沒有困難 全部加起來 是20 即是它有一個規律 規律就是這兩個數相加 要是 和這個指數一樣 但是通常這個是什麼呢 數學家通常用什麼符號 就是用N N N次方 所以說 這兩個問號 其實商家 要是N次方 可以嗎 第幾題 慢慢進來 我正在說13條 的方法2 方法2 方法2 我鋪排了很久 想教的普遍 所以我現在 在這時候 我覺得適合 終於可以教給大家聽 傳授 大家要 聽一聽 抄一抄 剛才我說 兩個問號 商家要是20 如果 它 總共是N 即是兩個數 加起來是N 可以嗎 好 不如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這樣說 很難說 給它一個名字 很簡單 我們是不是有些東西叫N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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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的機器有個符號 對嗎 有這個符號 SWIFT 除 這個其實就是GENERAL TERM 的NCR 即是說 很簡單 如果我要組裝一個數 我後面是要有NCR 即是說 這是第幾個數 我要組裝NCR 你覺得這是第幾個數 剛才我唱歌唱得很好聽 又要唱多次 由零開始 偷偷上到落淚 明白嗎 不過很狡惑 因為它由零開始 就不是由一開始 有些問題 由零開始 但其實是第一個數 第一次 而第二個數 第二次 右下角才是一 即是說 是說它相差了一個1 對不對 因為你多了一個0 零開始了前面的數 所以如果我這裡 硬要組裝NCR 其實這個數 它就不是第R的數 它是錯的 是第R加1的數 我不想 我想 大家 一知半解 所以我慢慢 想大家 理解 為何這本書 其實它是寫R加1 是有原因的 因為它 本身 就不是第R的數 本身是第R加1的數 因為多了0在前面 如果我現在說 例如我現在說 綠色筆這個數 右下角是5 但現在這個不是第五個數 而是第六個數 第六個 term 我們說R 就是5 可以嗎? R就是5 你留意這兩個數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說 我後面的問號 其實就是R 後面的這個問號 其實 尿圖是一樣的 就是R 就是R 而前面那個 你現在在雙加 要是N 如果後面那個是R 後面那個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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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個 你是不是可以掉R 過去 只是一條色 來的 好了 完成了 換言之 我們得出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GENERAL TERM 即是 第R加1 而英文呢 就是R加1 PH 在上面 R加1 Term 可以嗎? 那就是 某一個數 如果剛才就是x2次 N-R 1 over x R 接著就是NCR 就是這樣拼出來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中文 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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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如果我硬要拼 這個數 要是 Constant term 即是 我現在 這兩個合體 之後 要是0 對不對? 因為我要是 x2N-2R 再乘1 over x2R 你這個再減 就是2N-2R 再減R 再乘NCR 就是x2N-3R 真的嗎? 好了 我們要2N-3R 要拼了0 2N要等於3R N要等於3R 除以2 N-2N-3R 有否寫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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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現在N要是整數 但現在其實是分數 是分數 由於R N 是20 所以 20 就等於3R 除以 那 怪怪的 是分數 18-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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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抄漏 原來這個顏色有個2字 咦 原來我剛才抄漏 我又沒有錯 咦 我又沒有錯 咦 沒有錯 沒有問題 我沒有寫錯 我以為寫錯 我以為寫錯 嚇到自己 好 那 即是 調一調位 R 就是40除3 所以呢 It's not an integer 所以 沒有 Consent term 這個方法會難很多 這個方法會難很多 對不對 你在做什麼 有沒有人很迷惘 聽完我講的 一定會很迷惘 先說明 因為 這些東西 是複雜了 但是 分數會不會多了 你用一個很複雜的方法 你計算好 分數會不會多了 不會 所以我不能夠第一課 教你 如果第一課 教你 你們會各個一知半解 就不想學下去 你相信我 所以我就用這個 approach 窮盡列寫法 即是列出來 但是你不能夠避 我們始終都要認識多一點數學 我已經拖了幾課才教你 就是怎樣拖回 整個 整個 第R加1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NCR 而這個NCR 就不是第R的數 而是第R加1的數 我目標是拖到什麼 目標拖到 Consent term 即X的 次方是0 現在拖了 當N是20 他會給你的 對嗎 我們其實是 Z N做20 而R 究竟是什麼 如果這個是integer 那就是有那個數 有該數 如果R不是integer 那就沒有該數 很無聊 很無聊 那你說 跟我們之前的方法 有沒有抵觸 沒有 你用那個方法 用慣了的方法 就繼續用那個方法 就可以了 這些是給一些 數學高強一點的人 才會看得明白 即是哪些呢 即是你們這班 可能只有三個人才能看得明白 即是這樣的 對不對 那我都 示範了兩條 用這條顏色 好嗎 讓你也知道 其實這條顏色 是想怎樣 OK 舉個例子 你現在在第十條 問了一些東西 很適合 第十條 這條顏色是差不多 不過是九次方 真的嗎 我再寫一寫 首先這條顏色是這樣的 如果這次我不玩 下樓梯上樓梯 我一開始就告訴你 這個 Journal Term 即是 第R加1 英文 就是R加1 括弧TH 就是R加1 就是怎樣寫呢 我寫一次給大家看 不難的 第一個數 寫前面而已 第二個數 寫後面而已 然後第三個數 寫NCR 好嗎 不過 N是9 所以這條顏色 就會是2x2次 1 over x 就是9CR 阿Sir 你好像寫漏的東西 我特意寫漏的 就是這裡 是要R 這裡是N-R 所以換言之 這裡是R 這條顏色 就是9間 這條顏色 不難寫的 你多寫幾次 就習慣了 然後我們 想怎樣 我們想 WANT TO FIND WANT TO FIND 不是粗口 WANT TO FIND 在我之前 我還教我 WTF WANT TO FIND 是為什麼 即是 WTF 寫我 WTF WTF 你如何生产零次货帮我? 这个数字 如何生产零次货帮我? 知道如何? 很简单 就是先把指数 先做化简 化简指数 就是2 x 2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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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这么多东西,终于完成了 我现在示范一个Parse Paper 最喜欢这样写出来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个名字,知不知道这个方法叫什么方法? 就是列写general term enguise method 是不是很低难? 写这么大的东西 很快吗?一点都不快,你觉不觉得 很容易计算错误? 而且你也没有什么信心 计算错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而且你出去考试,我都很肯定 你们可能有十个有三个会做错 那我会用什么方法? 当然是用旧的方法,旧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就是列写general term 你列几样已经完成了 9 1 over x 0 9c 0 2x 2次 8 1 over x 1 9c 1 然后加2x 2次 2次 7 1 over x 2 9c 2 然后再加2x 2次 6 1 over x 3 9c 3 然后再加2x 2 然后再加2x 2次 5 1 over x 4 然后有9c 2 再加多两个就可以了 2x 2次 6 1 over x 3 9 8 7 6 我不是写错了吗? 9 8 7 6 0 1 2 3 4 没有了 5来的 这是4 4 这个就是5 9c 4 9c5 好 这个就是答案 2的3次 x的6次 再加1 over x 6 再加1 9c6 即是二的三次乘九施六 然後八成八十四 即是六七二 和我剛才寫的東西 看似複雜了 但其實簡單了 起碼你流暢一點,順一點,快一點 沒錯,你好像要墨書墨多幾個 但你看回剛才 怪獸顧好很多N 很多X 很多R 你不能進入腦 除非你的數字很高 你不是不行的 一個星期多給你三十堂 M2便能進入腦 但你記不記得我們一個星期有多少堂 所以你就要有少許取捨 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教授你一個最容易接受的方法 而你考試得到滿分 這是我的責任 所以我便有責任告訴你 兩件事 你都可以認識 你可以了解多些 你不一定要用它 你要分清楚兩件事 考試和學習 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我們考試 你只能用自己最舒服的方法 而獲得最高分 這樣便可以了 那個方法不代表你寫東西 寫少了 他可能寫多了 但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你不要經常追求 我可以的 你不一定可以的 你不一定可以的 而且你不一定明白 好像我剛才這樣 我再用一個方法 我懶得很容易 其實是在騙你的 我寫這個 我現在做B部分 我就說 general term 就是 x2次9-r 1 over x R次 叫做9cr 然後 由於你想找 x2次的 term 即是說 你要設定 index 知不知道 index 即是 次方的英文是index 或者叫exponent 做2 設定做2 那你設定做2 如何計算 這條你選擇了 其實是2的9-r x的18-2r 再乘1 over x 1r次 所以 x就是18-3r次 我剛才說 跟剛才我做的一樣 就是要生產 18-3r次 我們要設定這個做2 那就搞定 18-3r做2 18-2就是3r 16-16 16-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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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integer 所以 no x2次的 term 由於16over3 is not an integer 那就做完了 你想說 很簡單 一點也不簡單 複雜一點 SIR,答案很简单,答案就是这样 答案就是这样 我也可以写得这么简单 但是背后的逻辑 你要知道这个18-3R 是如何砌出来的 如果你明白,你可以写得更简单 但是你们的功力还未到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我建议你 也都是窮尽列写法 列出来就最省水省力了 答案了 今天我起码 先讲了那条色给你们听 先尽了我的责任 因为我的责任一定要 有些重要的概念 那些符号 我也想告诉你们 是怎样看的 就是你的书那些 有些同学喜欢自修 有时候看书看不明白 我也拖了几堂 现在才告诉你们 希望你们明白 好了,这份文件 还有几条 有些东西我要补充 就是什么呢 樊春 它一类很狡猾 大部分都是两个东西 它一年突然出了个价 第九条 这里中间是个价 这些十年都不出一次 先讲一讲 因为这条 我自己觉得它 出得很好 它说现在有这个 结果 接着它说 coefficient 下的数 of x 二次 就是75 现在问你 n 是多少 加5成 看到吗 中间是加5成 我给你们一分钟想想 如何做 如何做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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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怎樣做? 我記得怎樣? 首先,把1 over x 的 n 次方 列出來 加另一個 二次方其實是第三個數 因為0次,一次,二次 這是第三個數 因為你後面的數是由0開始升到2 所以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這樣 1 over x 的 n 次 加1加2x 的 n 次 那你就寫那個數 就是什麼? 1的 n 次 用黑色,好像漂亮 1的 n 次 x 的 0 次 1的 n 減 1 次 x 的 1 次 1的 n 減 2 次 x 的 2 次 那就做完了 那麼後面 當然是nc0,nc1,nc2 然後就加點點點 這裡就橫加1的 n 1的 n-1 1的 n-2 2x 的 0 次 2x 的 1 次 2x 的 2 次 那就收工 因為你要去到2次 nc0,nc1,nc2 這些很簡單,很基本 加點點點 下面那些已經不用寫下去了 因為你現在要x 的 2 次 是75 即是說其實哪兩個東西 加是75 就是這塊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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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是75 換言之 75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nc2 因為1的任務次方只有1 不要看漏了2的2次 2的2次是4 就是nc2 可以嗎? 那你抽個nc2出來 就剩下1加4 就等於75 那75除nc2 即是多少? 75除5 即15 你要nc2是15 5 nc就是多少? 30嗎? 不是30 是6 為甚麼? 為甚麼是6? 好嗎? 有數得計 我們有數得計 我們是認識的 上n下2 下1層 下1層 那是15 就等於nxn-1 除2 即30 就是nxn-1 6乘5就是30 對不對? 所以n就是6 6 因為你6 5中30 這個就是最快的 你一看就看不到 如果不是的 你就要用甚麼? cadratic equation 懶是乘開 30就是n2次 減 n 2次 n-30 也要0 然後你就要因式分解 n-6 n加5 做到n-6也要0 2 n加5也要0 n也要6 2 n也要-5 n-5 就不行了 所以就reject 寫它 搞這麼大堂 你一下寫到n是6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正經數 對嗎? 6 5就是中30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如果N是5 N是4 N是3 N是2 試到何時才75 沒有啊 所以這些位置你都是硬吃的 某程度上 你要記得 那條色 如何去組裝 NC2 出來 對吧? 沒甚麼捷徑 這條 有捷徑我都告訴你 很多數都沒有捷徑 先說明 N2 勁都要眼吃 好 然後補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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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B part 他問你這個 成開了 的concent term 上數項 那怎麼做呢? 問你成開了的常數項 那怎麼做呢? 卓焦龍在哪裡?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阿Sir 那條怎麼做呢? 成開了的常數項 是甚麼? 成開了的常數項 我不認識阿Sir 我只是在聽你說 那就糟糕了 那就是要做A part 現在這個是B 我以為你一做就可以做到 我們做B part 記得嗎? 做B 就要用A A part 問甚麼? A part就是幫你 展開它 那別人叫你展開它 那你就展開它 怎樣展開? 怎樣展開? 記得嗎? 1 用那個 甚麼 甚麼三角形 是甚麼? 1 的6次 2x的0次 6c0 加1 5次 2x的1次 6c1 加1 4次 2x的2次 6c2 加1 3次 2x的3次 6c3 加1 2次 2x的4次 6c4 4 加1 1次 2x的5次 6c5 再加1 0次 2x的6次 6c6 2x的1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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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помог 2x 2x 0,1,2,3,4,5,6,6,5,4,3,2,1,0 6C0,6C1,6C2",6C3,6C4,6C5,6C6 加加加加加 还有,不要忘记括号 这个叫个字最后写 因为有些同学会忘记的括号 完成整个字 好了,我們都要化繭了,是不是? 化繭了之後是多少? 要讀機了 第一個數字是1 第二個數字是2乘6,即是12 第三個數字是4乘6,即是4乘6,即是60 第四個數字是8乘6,即是160 然後是16乘6,即是4 因為2乘4乘16,即是240 然後2乘5是32,32乘6,即是192 然後最後2乘6乘6,即是64 這樣就是A部分做完了 到E部分 我看你按計數機是按到6C6,即是怎樣按 6C6,即是先按了6 然後按Shift除 Shift除 然後再按6 Shift除就是那個符號 去到這裡 按,你要按6C6 按按6C6,我一次按 6,Shift除 就能夠形成一個C字 如果按4,這個數字就是6C4 明白嗎? 明白嗎? Shift除 Shift除 按到上面的數字 先按Shift,然後再按下面的數字 還未玩完,這個A部分 B部分就是什麼? 你要將剛才的數字乘乘1,減1 over x,再加1 over x 二次 去找個Constanturn 即是說,你現在這些抽東西 這裡有七個數字 你要乘乘剛才那三個數字 1減1 over x,再加1 over x 二次 記得我之前教過嗎? 左邊有七個數字,右邊有三個數字 七個數字,三個數字,相乘有21個數字 你有沒有可能寫出來嗎? 沒有可能 很麻煩 那就不要寫 直接寫答案就可以了 別人問你Constant Term 那你怎樣才可以乘完之後沒有x 因為沒有x 就是第一個數字 乘後面的數字 所以1乘1 那就做完了第一塊 明白嗎? 如果第二塊 12x 乘後面這個數字 就沒有x 因為上下相約 所以第二個數字 就是12乘1 因為後面的乘1 到第三個數字 不是60x2次 乘後面這個 沒有了 只有三個數字 收工 所以答案就是 60乘1 所以答案是1-12加60 那就是61-60 61-12 就是49 有 下面那些是否 你自己說是否 下面那些 大於三次方 大於三次方 或者等於三次方 後面也沒有三次方 你怎樣可以離開呢? 所以這條 如果沒有計錯 答案就是49 對了,正確 4分 現在 這一招 我們就叫 仙女散花 左邊7個 右邊3個 如果是仙女散花 你承開它 就21個 你不可能這樣寫 對吧? 下次問你 concent term 你就要組成 concent term 如果我不是 concent term 我問什麼呢? 我問 coefficient of x 的 term 你懂什麼解釋? 我們今次先去散花 要怎樣? 1 要成 要成 後面不行了 你都沒有x 對吧? 所以你要 x 先 所以你要 不如我寫過 很快 免你亂 12x 乘 上面的數 1 然後 60x 二次 乘 乘 1 和 160x 三次 乘 1 x 二次 就是這三個數 所以 如果有人問你 coefficient of x 的 term 就是 12 x 1 加 60 x 1 加 160 x 1 即是 12-60 加 160 讀機 即是 172 減60 1 1 1 他只可以問你 concent term 他亦都可以問你 coefficient of x 他亦都可以問你 coefficient x二次 x三次 x四次 x五次 x六次 七個組合 選擇一個來考你 那就兩至三分 行不行 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告訴你 他怎樣考 而你的責任 就要背了他 考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出來 只不過是一個 兩個數字相成 配對 配對 找哪兩個去配對 哪兩個數字相成 就這樣寫一條息出來 接著 讀機 收工 不是很難的 對不對 那這裡 今天 講了兩大重點 應該三個 應該三個 第一件事 我一開始 希望大家 感覺到 把二十一個數出來 其實是很難的 記得哪一邊版 一開始那個版 很瘋的 二十一個數 這個 這個嗎 很瘋的 我真的和你寫了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告訴你 其實 你寫出來 其實 你寫出來 那些 好像寫得很簡單 其實他就用了 一個 就是這個 顏色 但這個顏色 剛才說 不是第R 的數字 是多了個0 記得嗎 多了個0 稍後我會拍 Whatsapp 然後 其實是R 加一個數字 然後 就組成這些 然後 是指數化 選擇 然後 繼續設定 設定 之後 我用了兩條例子 跟你說 這條數 這條色 是怎樣運作 最後 叫你 儘量避免 不要使用 用我們 標準的方法 標準 漢肖複雜 其實是最簡單的 你如果按照標準的方法 就是 有一點點叫做 枕頭埋牆 找自己的品 可以嗎 接著 我提到 NC2的計法 就是NC2的計法 N乘N-1-2 這樣就完了 今堂就是這麼多 我稍後 剛才寫過的東西 你抄不抄 我拍下Whatsapp 給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明天回到學校 你問我 也可以 如果你現在有問題 你可以留在這裡 問我 如果沒有問題 你們可以先離開這個Zoom 可以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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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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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kby 谢谢观看